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永泰红茶的基地 它是张天服务茶业发展基金会下面的一个有机茶示范基地之一 张老以及他的团队有来我们的茶园考察过 包括茶园的整个土壤跟大气 是不是符合它的这个有机茶的一个标准 我们2004年的时候已经有自己的茶园了 然后2006年的时候开了自己的第一家专营红茶的一个门店 我为大家带来的这款红茶是我们基地做的一款红茶叫永泰红茶 这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在永泰县呢 主要是因为它那边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海拔都在600到700米之间 也是福州的一个后花园 是兴起的茶香织绣 我们生态茶园管理的话 都是按照它这个基金会的一个最核心的技术来进行管理的 张老以及他的团队有来我们的茶园考察过 是不是符合他的这个有机茶的一个标准 那他有来我们这边抽样都是符合他的标准的 所以我们这个茶园就被他列为 张天福有机茶示范基地的之一 我们基地生产了一款比较高端的有机茶叫金元苔 它在去年的日本东京茶艺品比上面也获得最高金奖 我们都是用那个有机肥 从内蒙古或者新疆那里 运一些牛粪或者羊粪之类的来施肥 而且因为我们那边茶园环境非常好 所以说虫害也比较少 主要是以它那个天敌来控制虫害 而我们这个基地的茶树品种选的是高香品种 是金冠跟金牡丹两个茶树品种 主要是抽出这个红茶的香气吧 因为它是高香品种嘛 做出来的香气特别高 土质的话主要是带有点沙子的红环壤土为主 比较适合我们这个茶树品种来生长 苏宁我们是10年开始种植的 到现在的话是7年 采摘的标准是一牙一二叶 我们在茶园的旁边就建了我们的一个茶叶加工厂 这样子的话有利于鲜叶采集下来之后 马上进行毁掉的一个制作工艺 因为我们采摘回来它那个鲜叶嘛是不能闷的 闷的话它就是会闷坏掉 所以说禁忌率的话会对于它这个做茶会更好一些 我们这款永泰有机红茶的工艺有别于传统的红茶 主要它是发酱没有全部发酱 香气的话比较清洋显花香这样子 内涵物质很丰富嘛 所以说它一冲泡下去的话 四五秒钟就可以出汤了 汤色是属于比较红艳的 比较醇厚清爽 我觉得我们这款永泰红茶 由于它的性价比很高 香气很高 口感也很醇厚 我个人也是很喜欢这款红茶的 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品尝一下这款红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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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